哎 哎 哎 胸怀大志 让人眼睛 心本不顾生死不能啊 来 没你结婚吧 造小孩的那种 喂 徐原哲啊你疯了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谁啊 李氏集团的副总裁 李孟韩小姐 怎么轻轻手骨 都是他家的惨业啊 还不愧人家给人道歉 李总好像臭脚子欣来的 啥都不知道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副总裁怎么了 副总裁就不能加点男欢女爱了 你看看我们俩 郎才女貌 天生一堆 许仙哲是吧 美女 改主意了 喂 婷婷 保卫科有个叫许仙哲的是吧 把他给我调到保洁部 让他扫厕所 把他给我调到保洁部 让他扫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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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不是李总 阿李总 我就开个玩笑 你至于吗 我和你很熟吗 孟韩 孟韩 我都想死你了孟韩 孔小峰 你能不能不要像个狗皮糕药似的 我俩都认识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能害羞呢 我跟你说过了 咱们两个没有可能 孟涵 我明白了 你这是在考验我对不对 放心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孔小峰 这戒指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臭娘们别给脸不要脸 孔小峰你再说一遍试试 李孟涵 你孔涵我能看上你 那是你修来的福分 你们李家 现在衰落成什么样的 你心里没有个数吗 我李家如何 还用得着你这个外人来插嘴吗 你可想清楚了 我孔小峰 背后的靠山 那可是清远是 手吹子的堂家呀 那又如何 这孔子 这孔子是谁呀 你脏手给我拿开 凭什么呀 这是我没过门的媳妇 我想老就老 你个臭宝啊 你今天坏了爷爷的好事 我非果果了你 啊 你试试啊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心情啊 法治社会说动手就动手 对不起 你放屁 你个看大门的臭宝案 你不会觉得 癞蛤蟆真能吃到天鹅肉吧 那还真是对不起的 我这个人啊 救起了宝案 看见了吧 李孟寒 我到底哪比不上 这个纯酸的废物啊 眼白浑浊发黄 四肢绵软无力 哥们 你这是甚亏的症状 就凭这一点 你就差远了 对不起 你们 你们睡过了 那肯定啊 还不止一次呢 他说的是真的 就算是睡过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 敢和老子抢女人 今天我要了你的命 敢和老子抢女人 今天我要了你的命 你个杂种 竟然敢跟老子动手 你知道我是谁吗 都这样了 还嘴硬呢 你的 来接着 验了 哥们你这好胃口啊 这么大戒指都咽不下去 你敢不 老子你叫什么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在下 许先哲 行 行 好没有许先哲 你老子挡着 有放狠惯的功夫 好好想想把电子怎么拉出来 好好洗一洗 还能用 咋样李总 我表现的还不错吧 许先哲 许先哲 睡了 还不止一次 对吗 就是李总 怎么还能生气了呢 我要不这么说 能呼噜那嘴里了吗 李总 求你的事呗 你看我帮你解决了 这么大一个麻烦 就别让我去扫厕所 行吗 不想去扫厕所 想的美 你呀 就老老实实的在厕所里 臭一辈子吧 无赖 哎姐姐 两个 别啊 要没嘴尖 还走走不 哎呀 谁管你 喂 师父 许先哲 进来可好啊 老孙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 一会儿的话 你好好梳洗一下 然后去BY酒房 有一个人 你必须要见见 我都和你说多少遍了 我都不是龙祖的人了 不要给我阿费任务 相亲 这个丫头长得可是特别的漂亮 再漂亮就能怎么样 我许先哲 什么时候差过女的 你难道就不好奇 当年救了女的女人 到底是什么 去看看 是 这样你去见见 自然就知道 好我去 许先生你把脚给我埋下去 你再看信不信我把你眼柱子挖出来 可是谢谢你你你 我不看我不是你 哎孟涵呢 还是对你太好了 这要是我呀 早就把你开除了 要港文件赶紧签了 从我眼前消失 哎呀我去变我未来媳妇的 走了 哎对了 先生给你们请充高 月时期间 可不可以工作大戏啊 喂 奇怪啊 许先生为什么知道我来呢 但是我没有没关系 那么你也会在家里 没关系 我才知道我 我得到你了 我变成了 我得到你了 我得到你了 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电视会员字的 你请回吧 没事 会员多少钱你说 我扒你个锦款 先生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是会员字 请回报 琼鬼 琼鬼 你说 我是琼鬼 穷鬼 你说 我是穷鬼 这除了你这个臭老安 还有第二个穷鬼吗 咱俩都是看大门的 说到底 算半个同行呢 你凭什么这么硬气 谁这么跟你同行的 把你的臭嘴毙了 行了 别续到了 说吧 多少钱 不多 八万八 这 这什么东西 别管是什么 刷了就知道 穷鬼 拿着泡卡扑弄谁呢 吵吵吵吵吵吵怎么吵 经理他这个臭宝案拿了破卡非要往里进拦不住啊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 他刚来有眼不识金卡 冒犯了你 有眼不住的东西 择住我大胖腹 说不想干了 快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带吗 我今天呢 我今天呢就是有人生大事要好 我老在理你 爷爷真是的 就算是为了家族也不能把我卖了吧 不过 那家屋到底是谁 既然让爷爷如此 何关主 我约的客人到了吗 您说的是那个拿着黑卡的保安大哥吗 早就到了 保安 许先哲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原来是你呀 原来是你呀 咱俩就让他真是不清 说吧 你那张黑卡 哪来的 换出这个 我还记得黑卡 职联银行那部系统 额度至少五天了 这张卡在清远市 拥有的不超过三个人 你说吧 你到底是什么 好家伙 就玩这么些啊 我捡的 捡的 也是 像你这样的人 怎么配一幕黑卡 你来就干嘛 相亲呢 怎么可能 易总 你不会 也是不相亲 要你管 你不原是你的爷爷了 你怎么知道 这就对了 父母之命 你就乖乖藏着我吧 媳妇 无辣 哎哎可以 等我送送你 爷爷 你还说是什么大人物 我看他就是老服务了 媳妇 怎么能这么说长辈呢 你看 你看 就算咱俩是两口子 也不能在他街上就上手 别说 我媳妇这小手 还挺滑 许仙哲 许仙哲 你到底要干什么 脑子是不是有病 干嘛非得阴魂不散的跟着我 你真就这么讨厌我 废话 我警告你 你 离我远点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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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歹我们也算相恋一场 也算是有人 我总不能不管你 相恋一场 你要不要脸啊许仙哲 两千 什么两千 两千块 我帮你摆平个大麻烦 你有点自知之明好不好 你什么意思 非得让我把话说明白吗 你 就是我最大的麻烦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足呢 我告诉你 这价格 一般人请不动 两千块 我宁愿拿去喂狗 我也不会给你 明白吗 我的傻媳妇 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打 与仙哲 你再叫我媳妇 把你嘴撕了 我李氏集团的千金 而你许仙哲呢 就是个狗屁不如的臭宝啊 可是你爷爷 少给我提我爷爷 滚 两千块 我宁愿拿去喂狗 我也不会给你 明白吗 呦呦呦呦呦呦 哎呀誰把我家弄飯騎成這樣的 洪曉峰 你到底想幹什麼 你猜猜我想幹什麼 哎呦哈哈哈哈 小美人 想去玩啊哈哈哈哈 洪曉峰 有什麼事我們都可以坐下來好好談談 我勸你別做傻事 臭娘們少跟老子玩這套 讓臭保安都睡了 今天我也蘇蛋蘇蛋我帶走 好嘞 別碰我 臭娘們 給我老實點 要不刮到你的臉 孔曉峰 你今天動我一個試試 我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呦呦呦這麼標準的娘們 怎麼便宜著那隻看大門的狗了呢 李孟華 你性質越利 老子一會兒玩得越舒服 哎風哥 你說你都吃上肉了 讓哥幾個兒也跟著喝口湯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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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這個變態 哈哈哈哈 愣干嘛 继续啊 愣干嘛 继续啊 这不这条看门的狗吗 今天你也跑不了 许先哲 你救我了 快别闹了 你看看 多少人 我就一小晚我哪有那本事 只要你救我 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真的 真的 两千谢绝奖大 我给你五千快点 你俩跟跟我玩的 上次你怪我的事 我还没到算算了 今天还敢送上门来 啊 我告诉你 你们今天谁也走不了 大哥 这心不几何的闹 啊 哎 不服啊 哎 大哥 他真要我说对 四肢无力 大哥 你这胜的 是真亏啊 四肢无力 大哥 你这胜的 是真亏啊 都这个时候 你想太严重 就划什么呢 哎呀 怎么样 疼对吧 五术穴 撕肾水 你这明显是阴盛阳衰之杖 我猜想你平日里刑房 往往不会超过 五分钟 你怎么知道 好好跟我媳妇道个歉 剩这块 我要好好帮你调理调理 少跟我呼吸啊 上次那戒指 拉没拉着 行 你行 行 上次的 中小峰 那么有钱 就找这么两个货色 你小的还跟我嘴硬啊 两个废物 赶紧跟猫起来 大哥 不用听过 喂 你这家两万块钱 快点 整给 整给 大哥 别废话了 什么车子都 配合 配合 我找这两万块钱 我还取一半呢 这是用白奖 要不 哥给你调理调理 我 干死 上谷山啊 该你了 该你了 你留人的 不让我废了他今天 孔晓风 你冷静点 你赶紧让这小子走 许仙哲 走 你赶紧走啊 太过了 你让我走我就走 那我都没变 你少跟我废话 让我今天我废了他 哇 哈哈 你 别乱叫 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 说吧 这货怎么处理啊 孔晓风 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你 孔晓峰 你說這事該怎麼辦呢 孟安孟安 您大人不去小人過 你就算了我吧 那怎麼行呢孔老闆 既然你這麼照顧孟涵 他孟涵怎麼可能不待您呢 哥哥哥哥 你給嫂子說一說 饒了我吧 哎對了人有幾根肋骨來著 足足有24根 我的幸運數字是6呢 哎呀了解 別 別 搞定 五千現金還是當吧 什麼現金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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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帕你這麼大老闆 可不許來賬 當才答應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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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話可不要這麼難聽啊 你說話可不要這麼難聽啊 誰答應你啊 誰也聽見了 誰也聽見了 你行 你行 哎 對了 沒想到你這個無賴 身手很好啊 那是 作為你老公 那必須都有點本事 滾 你趕緊滾 哦 對了 明天回你的保安鋪上班吧 老孫 今天這個鄉親我很慢 這姑娘 我許先哲取丁 真是的 爺爺到底在搞什麼啊 喂 孟涵怎麼樣 小水對你滿意嗎 爺爺 你在弄什麼呀 爺爺 要安排我們一個小保安相親啊 還說是什麼大人物 他也配 他的身份 可不是你跟小丫頭 隨便遇了的 許先生對我們家族至關重要 爺爺 你該不為是讓什麼人給騙了吧 不要多說了 你可知道 爺爺爺為了這次機會 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 找個機會 生理做成仇怪 男人們 誰還不後事啊 爺爺 你到底在互說什麼呀 找個機會 一定要把他拿下 否則我沒這事件 爺爺一定是搞錯了 怎麼可能讓我和一個變態 嘘嘘 怎麼著 聽說你說 你昨天還沒約會一下嗎 瞅瞅你那沒見過世面的樣子 人家家財萬萬萬美如畫呢 看上你個吊絲 那不我許先生怎麼就臭吊絲呢 真的嗎 我從耳朵發生啥了 你知道啊 看這個樣子哦 給哥好好按兩下 哥就告訴你 話說 昨晚呢 叫一個 血液性子 蠢色萬元 萬元 你別看李總平時青色無目 那也是個性情主 那有多性情啊 啪了一下 很快啊很快 上來就給我來了一個 嘴對嘴的親切腳 怎麼親切 哎呀 說是十大十塊 我還沒反應過來呢 啪下去給我按床上了 好 哎呀 許仙哲 你喜歡你咋來了呢 你還敢叫 大劉 這附近有屁肌下的地方嗎 別傻傻了 趕緊打120救護車吧 少廢話快點說 屁肌 我一種家就住在我們的園區用一套 屋業有備用鑰匙 快去拿 哎好好好自己去 四鞭炭 你要做什麼 氣穴不足 內息紋亂 你這哮喘要再不根治的話 可就時日不多了 你還會看病 我剛剛打通了你的經脈 想活命的話 接下來聽我的 把衣服脫了 把衣服脫了 你就是個無可教的流氓 你這是趁人之危 大姐你不脫了衣服我怎麼給你治啊 再說了你裡面又不是沒穿 我又不知道你要幹什麼 我又不知道你要幹什麼 廢話真多 許仙哲 接下來我會將真氣傳入到你的體內 可能會有點疼忍住了 定蠢血 呃 許仙哲 我是不會放過你的 啊 怎麼樣 感覺如何 你別說 還真是舒服了挺多 你這是用什麼方法治療啊 疼都疼死了 哎呀 實屬正常 女人嘛 第一次 哪有不疼死了 我就知道 狗嘴裡吐不出像呀 回頭 記著把治療費截一下 算上上次救你的那次 一共八千 你怎麼不去搶啊 可不敢這麼說 我這可是正當買的 以後這樣的治療每周進行一次 兩個月後 保你生龍活虎 壯如牛毒 啊 還得是啊 當然了 這是醫術又不是魔術 你這先天性的哮喘 得從體質上慢慢調節才行 我就懷疑 你沒安好心 有了 能 我決定 我就住這 許仙哲 你想得美 我們絕對不可能 許仙哲對我們家人至關重要 不可能什麼 接著說啊 其實 也不是不行 除非你答應我個條件 什麼條件 原封集團 欠我們公司200萬 如果你能要回來 我就答應你 不會吧 憑藉你們李家的實力 連個債都要不來 原封集團 隸屬於唐氏公司 唐氏集團 都有實力深厚 是四大家族之首 無論是黑還是白 我們都鬥過他嗎 那你就覺得我一個小保安能鬥得過他嗎 虧我爺爺還夸你 什麼手眼通天 是個大人物 事都不敢是 行 多大點事 這回我就讓你看看你老公我的手畫到底有多粗 不過話說回來啊 一旦拿下 我可就住這 還得陪我約會 行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柔柔 能來有個傲安走啊 傲安 讓他進來 你們誰是老唐家人 哥們 你走錯地方了嗎 我問 誰是老唐家人 你是吧 想由我找的 老的姐 幫你給我上次做飯 你放乾淨點 笑死我 就這小的樣 哎 練家子啊 哥們 還行吧 比你強點 說吧 老朋友 什麼事 既然你這麼爽快 我給你爽快點 你們欠人家女士集團錢 抓緊 挺大的老唐家 丟位 哦 你喜歡叫唱的 沒問題 不過 你得先陪我玩個遊戲 方便 只要你別被他打死 這兩百萬 就把他走 輸了別哭 不是個小官娘 這樣不太好吧 怎麼 大了 我這人 魂是魂了點 但也從來不動手打女人呢 這美女 長得這麼漂亮 萬一會打破笑 小子 我破了笑了也不用你選 方便 可是國家傳導隊退役選手 哈 你還是擔心擔心你自己吧 國家傳導隊 哎呀 這個難吧 這就怕了 你還算不算男人啊 自己切了算了 明顯不夠股啊 要不 你跟我練的 想和我們上不股過招 你也配 要打就趕你上來 沒共識 跟你廢話 小美 這可是你自找的 小美 這可是你自找的 看什麼呢 你卻臉蛋 跟小白臉還瞎了 死到臨頭了 你還在這兒有嘴滑舌 哦 我想起來 我們公司正找保安呢 要不你過來試試 哥肯定好好照顧照顧 你找死 來 來妹子繼續啊 鄭總 去 給這小子準備錢 方便輸定了 那也不能便宜了這小子 我自有安排 妹子差不多得了 我說過 你不是我對手 少廢話 那就別怪哥 不連相惜欲了 你說 你都卷成啥樣 剛才讓這輸你不聽 現在攤這兒了 飯的傷 小白臉 這人我拿下了 趕緊拿錢啊 別想耍爛 我唐瑤 說話算數 好 那我先走了 不用留我吃飯了 不是讓你走了嗎 你覺得 你留得住我嗎 剛才你用的指法 是公產指吧 小白臉 算你有眼力 巧妙地避開了要害 來自傷及對手的身體下 已經是敵 神奇精彩 怎麼著 想學 我教你啊 趕緊閣下高姓大名啊 我就是個小保安 就不是什麼大理 什麼意思 我可以再給你兩百萬 當然 有個條件 做我的人吧 怎麼樣 小白臉 可不能胡鬧啊 我喜歡你的 跟我裝風賣場 話直說啊 只要你願意幫我做事 我糖尿 熬你吃香的喝辣的 小白臉 倒也不是我不行 確實有點難言之眼 哦 我現在在我媳婦的公司 我這要是跳槽的 他不得剝露個皮啊 行了 先走了 少主 幫李氏集團討債 怎麼說 他是那個老東西的人 回少主 制服的樣子 確實是李氏集團旗下的清晨手 李氏集團 真是讓人懷念啊 少主 你的意思是 也是時候和李家那幫紅蛋 算是舊上了 去 該不會 真要和許先哲理變態同居吧 小聲點啊祖宗 不可能全公司的人都聽到了 你要是真是這麼多了 就等著被那小子試試幹活用吧 婷婷 你說什麼呢 我又不少 你不會真覺得那小子 能把錢放收回來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昨天有種不好的女朋友 放心吧 他要是就有那個本事就算我會看 可我怎麼這樣洗 這是 找來看你就知道了 漏著幹嘛 咱可以說好了啊 倒安的事可不許來著 也會 哎這葡萄汁這麼難喝是不是不稀呢 你能不能學點什麼啊 怎麼啦 那想怪不然說了 這是花五元的拉肥 你不懂就不要亂說丟不丟人 咱們是炎黃子孫 喝不管去外國東西太重 洗吧可不能這麼出洋美白啊 咱們跟你說一話 你們好 好久不見啊 唐友 你想幹嗎 你們李家的人 今天 不知道我的地上大鬧了嗎 你說說 這事兒該怎麼辦 你們唐家欠錢在先 怎麼 還不讓我上門討債了 欠債還錢 天心天意 你這事兒做的一點問題都沒有 只是 只是什麼 他可是打傷了我的人啊 這樣吧 你親自來看我的場子 當面兒道歉 這事兒 我就當沒發生過 否則 後果自負 喂 許仙哲 許仙哲 是啊 袁氏打了 可是那是他不說的 只要打贏了就還錢 你動手了 花瓶落在了唐瑤手裡 看來這場紅門宴 我還非去不可了 非去不可 你又沒答應他 放眼輕遠視 誰敢和唐家做對啊 至於嗎 就那小白臉 為什麼讓你唐唐 李家大小姐這麼害怕 四大家族 一直屹立於這次城市的領點之上 而唐家 也是實力最為雄厚的 唐家打壓我李家多年 爺爺之所以安排我相親 也是小一瓶外界的力量 保住李家的地 那老唐家 為什麼比較難為你呢 五十年前 我爺爺還是一個一身正氣的毛頭小 他曾經 親手搗毀了唐家的一樁非法生意 而唐家的老爺子 也在那件事情中 鎮鎛不愈 從此 唐家便和我李家結效了釋醋 看來這次敷宴 唐瑤肯定會對我百分刁呢 沒事 我陪你去 你去去一個保安 拿什麼跟人家唐瑤的啊 再說了 這也是我的家事 不該眼淚冷靜 你是在擔心我啊 閉嘴 我讓你自己去吧 孟涵 咱們都有三四年沒見了吧 韓軒就你啊了吧 說吧 你要我怎麼道歉你才可滿意 來過來 來 送鏡頭 李爺 唐瑤 你要幹什麼 幹什麼 當然是把我們激情的過程錄下來了 唐瑤 你放尊重點 李姑娘 能被我們家壽主看上 肯定是你八輩子修來的符位 可不要不知好歹 李夢寒 你們李家對我爺爺做的事 我今天 必要你們百倍奉還 我爺爺 你真是瘋了 你真是瘋了 拜你們李家所賜 我爺爺到現在還在裏面關著呢 你說 這事兒該怎麼辦 你真是瘋了 拜你們李家所賜 拜你們李家所賜 我爺爺到現在還在裏面關著呢 你說 這事兒該怎麼辦 那是他就由自取 你爺爺做了多少惡事 你心裡應該逼我去 我爺爺餓 我比他更餓 唐柔 你這個王八蛋 在校 老子對你不客氣了 可能我好好拍清楚了 放心 我手穩著呢 唐柔 唐柔你活膩了嗎 來的可真是時候啊 好了 沒事了 接下來交給我 等我把這些雜碎擺平了 我就帶你回家 好了 沒事了 接下來交給我 等我把這些雜碎擺平了 我就帶你回家 說吧 你想怎麼死 小子 你真不會覺得會兩手花架子 就能在我的地盤撒野嗎 問話 小子 敢不敢說我努力吧 咱們全台上練練 你要是贏了我 就可以帶這個妞 安然無恙的離開 要是輸了呢 輸了 不僅要親眼看著李孟寒壽舞 還要為我唐家賣命 林嬌 好嘞 就讓老子今天領教領教 你的空殘子 小白倫兒 你不會以為你真的是我的對手 壽祖習武多年 就連青城樓的老鵝上都比估了他十個輩子 你這花玄秀隊 遠遠不是壽祖的對手 小白倫兒 你家這狗沒什麼見識 小子 有兩下 小康主 下來吧 回復家跟哪去吧 小白倫兒 站穩了 徐天哲 你快跑 別把命丟在這兒 看來跟風還挺像 這小妮子 可惜心疼我 小白倫 這回來點真的 同樣的好合上 也不怎麼樣 要不咱倆再試試啊 我輸了 也不看看你欺負的試試 敢欺負我皮飯 從我胯下關過 我就饒你一命 走 走 走 無怕死的上來試試 城王拜扣 輸了就輸了 我做了 這拳 我就帶你去見嚴貌 這拳 我就帶你去見嚴貌 不要 看看我媳婦親多善 你說你還是個人 謝謝李小姐 高財貴少 我媳婦這關是過 可我這關 我記著 你剛才要對她動手是吧 既然下半程管不住 那我就替你管管 不要 沒事吧 想報仇隨時走 帽子奉陪道別 哥怎麼辦 還能怎麼辦 趕緊聯繫老爺 趕緊就受呀 對呀 老爺 媳婦 你還好嗎 我求你了 你能別叫我媳婦嗎 你到底是什麼人 一個小保安 不可能有這麼好的身手 你爺爺不是都說了嗎 我可是數一數二的大人物 哎我的身份那可是絕對的經驗 你呀 你呀 還是不知道 愛說不說 誰先聽啊 媳婦 有心事 你鋪手 廢了唐窯 唐家 肯定不會扇八分球的 好 那我就看看 他們父子倆 還有什麼手段 唐老爺 醫院那邊傳來了消息 少爺他 老子讓你說 少爺他失去了全部的生育能力 好幾個李家 我唐雲龍 定讓你們萬劫不復 下手的到底是什麼人 不清楚 他好像是 清城首府的一個保安 和李家千金的關係 相當親密 你說什麼 保安 他是保安 身手甚是驚人 少爺在他手上都撐不過兩個回合 我早就盯住過窑耳 武道這行哪有那麼容易 再說 現在早就不是比誰的拳頭硬的年代 老爺 你不會是想 傳我的令下去 召集其他兩大市家 全力打壓李家的產業 是 謙兒放心 維護一定讓他們血在血腸 你說什麼 你想住進來 謝婷婷也必須一起住進來 不是 沒事 只有用人家謝婷婷呢 咱倆就老實過咱倆的唄 誰和你變態住在一起啊 天知道你會幹出什麼前手不如的事 咱們倆都住一塊 那發生點什麼 那不是人家常情嗎 你到底答應不答應 不答應了嗎 你就別想搬搬 我當時無所謂 能平白無故 不問的一個 高興還來不及 喂婷婷 怎麼了 孟涵 公司出事了 婷婷你別著急 到底出什麼事了 四位股東突然撤刺 公司的資金鏈出現了巨大的虧空 不僅如此 好幾家供貨的廠商打來電話 說是想忠實與我們之間的所有合作 不行 照這樣下去 我們公司用不了多久 運足量就完全崩潰了 這一次針對咱們商業的攻擊行為 應該是其他三家聯手在一起在幕後操控的 你是說 其他三大世家要聯起手來搞垮我們 唉 爸 我給三家有臉了 唉 爸 事與此事也怨不得你 一定不能侵擾李家那幫臭臭 尤其是那個豬狗屋的臭跑案 那是誓言 我定要將他們趕盡殺絕 除這口惡劑 是 你們剛才說要把誰趕盡殺絕啊 走事了 就算是他給爺爺讓錯了 你是怎麼進來的 平你手下那幾個臭魚爛蝦 還想攔得住爺爺我 阿彪 阿彪 怎麼樣 這下信了 我 就是他 我 我幫你 啊 說呀 過 小子 說吧 你到底想怎麼樣 不想怎麼樣 我只是想請你們唐家 我們除清眼事而已 我 不想怎麼樣 我只是想請你們唐家 補出清眼事而已 呵呵 你說讓我唐家補出清眼事 就算你再怎麼能 也是一個狗屁不如個法案 我捏死你 就像捏死一隻臭蝦這麼簡單 我都想问问你 你拿什么给我报啊 爸 爸 你还跟我爸 我跟你拼了 爸 我不光动你爸 我还要动你呢 小子 我告诉你 就算你今天杀了我们侯子 陛下 我也判定了 老辈子 你确定 你是为唐家家主 这个东西 你应该不会不见得了 这 这是 好 跪下 爸我为什么要给他跪下 我叫你跪下 唐家家主 唐龙 拜见龙尊 龙尊 手的手的起来吧 唐龙谢过龙尊 龙尊那人 都怪小的 有远不识泰山 还请大人不计 小人过 咬我们父子一命 爸 你是不是老狐独了 什么龙尊 他就是李家手下一条狗啊 混账 龙尊的身份 岂是你能 忘加揣测的吗 行了 别养了 要我放过你们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喂 王总 哎 我们李氏集团 武贵公司的合作 一直都是很愉快的 怎么就能突然终止合作了呢 不是王总 你听我讲啊 就是说 这帮家伙太可恶了 平时李维维多诺的 现在倒好了 真有事了 一个都靠不住 没事 孟涵 你先别灰心嘛 我再想想办法 算了吧 婷婷 没用的 方言准备清远事 又有谁敢违抗三大家族的指引 可是 我没事的 可能我李孟涵的命理 该遭此意见 只是可惜 我李家的家业 居然断送在了我的手里 孟涵 你不是还有我呢 喂大刘 什么 好了 我知道了 怎么了 唐家的那对父子 现在在公司门口 说我想见你 嗯 你在这等我 我去看一眼 你这个例子得对谁不好 说要得对同僧 爸我也不高 那么大来头 这是李昭靖的 例子还不给李昭靖的东西追 李小姐 我待会儿给你印错了 您这么大年纪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李小姐 若是一日不原谅我方不许 我便要我儿子 搁上一日 来 姚儿 继续 行了行了 我原谅你们还不行吗 李小姐 你说的是真的 原谅你们了 多谢李小姐 唐某这就带着儿子 离开清远市 永远不再出现 不对啊 怎么一日之间 你们这边的个人知道 那为大人的事 唐某不敢作为 李小姐 若是没什么事 我们就离开 唐先生 那您看我们公司的事 李小姐放心 在来着之前 已经全部安排妥当 我们就先让我 谢谢 哎 孟涵 之前他们说的那个大人 该不会是以前追你那个吧 谁啊 就是那个陆子昂呢 当时你俩可就是 差一言就在一起了 绝对不可能 怎么这么贪病呢 他爸就是个文职 怎么可能圈得了 不可一世的唐玉龙啊 再死了 他都多大岁 早就退休了 哎 哎 那是谁呢 是我的呀 你是没张手吗 不知道敲门 媳妇 好歹我帮我百分了 算不大了麻烦 你就对我这个态度 哼 你刚才不会是想说 是你一百分的那根付责的呀 对啊 放屁 比起你 我宁愿相信是大刘出手百瓶 媳妇 我知道你瞧不上我 但我也不是你比不上那个干把老婆吧 哎 别看人家年长大 可比你靠谱了 我 那你大刘的一件话 喂 孟涵 听说唐家人是百瓶了 难道 许先生出手了 行了爷爷 你就不要再把他脸上贴金子了 你这丫头 你以为除了许先生 谁还能有这样的本事 我 好了 别多说了 这样吧 这都是你好好准备准备 带着许仙来我们家做客 我和你叔叔要当个面好好感谢感谢 不是 喂 怎么了孟涵 我爷爷要见许仙哲 见许仙哲吧 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来见你呗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啊 你看看你那拉里拉他的样子 带你回去也不还得让我叔叔给笑话去 这样 周五下班你跟我走 啊 又一个贵啊 你个屁啊 我得给你好好置办一身行头啊 你门做什么呢 肚子有点疼 要不等我一会我找个地方释放你 你快去快回吧 孟涵 月月 怎么是你 哟孟涵 我记得你家原来不是挺有钱的吗 怎么着脱场了 嗯 常常李嘉千金大小姐怎么就交给这个臭宝了呢 不是你想的那样 哎呦李孟涵你跟我装什么呀 刚才一口一个媳妇叫着我可都挺缘了 月月你变了 当年咱俩明明是那么要好的 当年你这个臭姐妹男朋友的家伙 怎么样气消了吗 当年你和陈子昂分手的时候是他主动追求的我 我估计你的感受我已经明确拒绝过他了 月月你干嘛呢 李孟涵 小峰你没认识 不不不认识 那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的男朋友 竟然是华业集团的董事长 孟小峰 月月 你选男朋友可得谨慎点 就孟小峰这人啊 你觉得我用你教育 少在那吃不到葡萄就是葡萄酸 少着你拿丢了现在男朋友过一辈子去吧 孟小峰 我警告你 离他远点 不然你做过的事我可救了 李孟涵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你听懂了吗 李孟涵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你听懂了吗 最好不要逼我爸你做过的事都说出来 好了小峰 那他这个乱活计较什么呀 他的男朋友就是个臭老 啊 这是臭老老的嫉妒啊 宝汉 对啊 在哪呢宝汉 走了呀 走了 孟小峰 至于吗 你被徐坚格下成这个什么样子 李孟涵 你少胡说八道 要今天我真撕下你的嘴了 你就这点本事吗 行 今天老子就成全你 不把你打得满地扫牙 我就不信孔 哈 你就跪下来 给老子把鞋填干净 认个错 今天我就放 你打算 让谁把鞋填干净 你打算 让谁帮你把鞋填干净 他不是走了吗 是啊 刚才确实走了呀 一个城市不足 败是有余的东西 孟小峰 你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疯了 他就是个臭宝案 这谁呀 弟妹呀 少跟我俩抛心 孟小峰 你这眼光不行了 找着媳妇不光长得丑 脾气还不适 找我喜欢参与啊 穷鬼你瞎说什么呢 你笑什么 美女 这戒指挺漂亮啊 你笑什么 美女 这戒指挺漂亮啊 那当然了 这是我老公 我上面穿法国 给我订队的订阵戒指 这戒指不少钱吗 你这个底层的小渣渣 还挺实惑 我这个戒指 少说得三十多万呢 告诉你这个小宝案 不识不识 十年了吧 我都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 这么大的东西 拉出来 挺费劲吧 拉出来 别走啊 你回来 快说 怎么回事 几个月前 孔晓峰在一个晚会上 认识了我 之后就一直对我死缠了呢 这个钻戒嘛 本来是他要送给我的 我媳妇这么尊贵的身份 怎么看得上这种情形 于是就在拒绝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点点 小意外 你的小峰就把他吞到了肚子 也就是说 我就在洗衣服 挑衣服里拍着 去 试试这件 小姐你的阳光真不错 行了 你家衣服有什么讲 你去试试 小姐请在这边稍等片刻 李孟晓 李孟晓 你和你的男朋友 让我在光年坏日之下受辱 你觉得这事就这么算了 月月 这件事情 他归根到底也是孔晓峰的错 在我心里 我可是一直拿你当姐妹的 姐妹 少跟我在这儿加星星的 至于你是请不要在店里大声喧哗 少跟我废话 这张卡里面有150万 这家店我买了 怎么 不够 够了够了够了 李孟晓 你还愣着干嘛 赶紧滚出我刘月月的店 刘月月 你当真要做的这么绝吗 怎么了 吵什么呢 怎么样 你老公帅吗 少臭不要脸 这么一会没见 怎么还把戒指摘了 对 要是我肯定也吃不了那种棒的东西 臭宝啊 少跟我耍嘴皮子功夫 我告诉你 这可是我的店 赶紧把你的衣服脱了 那就脱吧 发车回来 敢不敢跟我打个火 躲什么 只要我发个短信 你那个亲爱的孔晓峰 就会跪在地上求我穿这件 就算睡牛不犯法 你也不能这么睡啊 好 我要是赢了 所以衣服免费送我 那又输了呢 我许仙哲跪在地上 给你磕三个小头 叫你一声奶奶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死报案 到底有什么本事 耶 小夫人所以 跪下 你这媳妇三番两次在找我吗 啊 能不能管住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这四娘们 你知道得对什么人了吗 顾思明还猜的全被崩了 你他妈怎么陪我 怎么可能 他只是个臭保安 你再给老师说一遍 试试 董晓峰 原来我从小就叫你 不能答应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爷 你给我错了 只要你犯我一条生路 我这边给您做牛做马爷 算了 你给我当虫子我还嫌好 来 似乎爷把衣服穿 好嘞爷 刘月月 我赢了 刘月月 我赢了 爷 你看能不能放我俩一条生意 这怎么办 顾晓峰 我最近看你这人 还挺瘦 爷明白了不是恶住爷 哎 五十吧 五十一好嘞 爷 你看五十个大女高全散完了 一个也不少 你可真是越来越可爱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狗事 明白了爷 那这衣服 我就穿走了 许仙哲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急着 你迟早就知道 怎么样媳妇 为了借你别宴 我特意在楼下挖十块钱 骗到个帅气仿星 少瓶嘴了 一会见到我爷爷 你给我老实点 老实点 坐去吧 二叔 我爷爷人呢 老爷子临时有事 暂时疼不开身 是不是让我先来这等着了 孟涵 这位就是老爷子提起的许先生 二平你好 我叫许仙哲 我在跟孟涵说话 有你什么事 每个鬼 每个鬼 是的二叔 他就是许仙哲 尖锐红身 劈了劈气 真搞不懂老爷子 为什么要把孟涵许给你这么个掉价 二叔 就算许仙哲 再怎么不好 他也是爷爷的客人 您这么说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不合适 李孟涵 你在外面飞了几年 翅膀硬了是吧 一个小辈 居然敢教训其长辈的不是来 你好大的胆子 不合适 李孟涵 你在外面飞了几年 翅膀硬了是吧 一个小辈 居然敢教训其长辈的不是来 你好大的胆子 对不起二叔 是孟涵的错 您喜怒 晚费就应该有晚费的样子 小辈 你这层皮得花了你几个月工资吧 听说好像确实不便宜 一万多块钱的客户也好意思穿得出门 就算你不怕丢人 我李家都折不起这个面子 而说 你认真的 这衣服一万多 说出来啊 这衣服我一分钱都没花我打赌赢的 你胡说什么呢 你疯了吗 你家都说啊 老爷子是疯了吧 到底在哪遭了这么个二傻子 二叔 你说话就说话 总人身攻击几个月子 你少说两句吧 小辈 我呢 斗胆问你一句 你现在在哪高救啊 我不姓高 我姓许 你备份大 教授不合适 混账 老子是问你在哪工作 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许仙哲在我们公司 当保安 哎 哈哈哈哈哈哈 高兴就高兴 别笑插个气去 居然遭了个保安做我李家的虚 李孟涵 你和你爷爷是在拿我们李家的声誉 开玩笑是吗 二叔 麻烦你把嘴巴放干净 你怎么说我都行 可你不许这么说爷爷 你爷爷让这么个东西进我李家的大门 就是最大的侮辱 不是保安 搬家房点了 瞧不起谁呢 许仙哲 怎么就丢人 他没头没脚 凭自己辛苦吃饭 我说 你老子是不是羞辱了 要是没本事管好李家可以让闲 老爷子一把年纪了 你又这么不中用 不如让我做家族 来清理一下门户 二叔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当初老爷子宣布要立你做接班人的时候 我就憋着硬火 就算能力再强又怎么样 到头来 我还是怀上一个万性的野种 老东姐 你活腻了是吧 老东姐 你再说他一句坏话 试试 怎么着 他打我吗 许仙哲 小赵 你要对你刚刚自己的行为负责 二叔 你别激动 他 少废话 李某寒 今天就算你爷求我都没用 这臭保安 今天我定要你吃不了兜的手 哦 那我都要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本事 你若是在这动手 李家便容不下你 再怎么说 也要给老爷子面子吧 这臭保安 今天要走出这里一步 我定将你碎事万顿 二叔 你难道 真的认为李国元老先生那么精明的人 会把他视若掌上明珠的孙女 取给一个明不见经断的小保安 事到如今还给我装什么神明 我看老爷子就是老糊涂了 二叔 你可曾经过 华夏龙主的名号 龙主 是个什么东西 首个我重视龙主 龙主 的确 凭借你李家唐系的身份 也的确很难接触到关于我们的信息 首个我在这互动学区 我李玉唐的身份 请示你一个小小的臭保安的旺家义女 听好了 奉言剩下五千年历史 有着这样一个组织存在于传说之中 上展昏君献着乱臣 在人门处看不见的阴影之处 维系着世间的平衡 这就是华夏龙主的 哟哟哟哟 你怎么不从旁古开天开始讲起 我看你平时网络小说看多了吧 华夏龙主的首领 能单枪提马剿灭全副武装的骁勇铁骑 龙主人中称其为龙尊 而我许仙哲 就是这一代的龙尊 怎么样 听清楚了吗 你到底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呀 哎呀 还真是要恭喜家主啊 竟然能拿下这堂堂的龙尊 二叔你这是要干嘛 为了防止我大侄女被蒙骗 我这个做二叔的 试试这所谓的龙尊也是合情合理吧 媳妇 问事很重要啊 你家的家具很贵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说这种莫名其妙了吧 我许仙哲什么实力别人就知道 你还不清楚 这不一样 我二叔掌管的虎堂 可是我们里家的五豆派集团 我二叔更是百里挑一的高手 你别看他身形瘦小 但是能打过他的没有几个 问家家具贵不贵 乱七八糟说什么呢 那确实是挺贵的 要不然你别打了 你服软吧 服软 这可是你二叔主动挑战的 我要是服软的 是不是太没礼貌了 好小子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虎堂当家的厉害 住手 李玉堂 你就这么交代我的客人吗 老爷子 您回来的可真不是时候了 你 老爷子 您回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 混账 你知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会毁了我们李家 爷爷 李先生亲 李老先生 无需多言 这儿没您的事 龙堂大人 这儿死不得呀 玉堂他一丝糊涂 流脑了龙堂 请您高抬贵手啊 许仙哲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你有完没完 媳妇 现在这个情况 我有选择的一定吗 我可真是越来越喜欢你这个小保安了 可真会察言观色 那我还真是谢谢了您的夸奖啊 我可真是越来越喜欢你这个小保安了 可真会察言观色 那我还真是谢谢了您的夸奖啊 龙堂大人 这次我让孟涵交给你过来 本想感谢你出手解决了唐家一手 可没想到事态会发展到如此的地步 行了老爷子 别再提什么狗屁龙堂了 烦不烦呢 二叔 你可真是幸运 这要是放在几百年前 出言侮辱龙鼠 可是猪连警符的重罪 光干老子扯那些没用 今天我让你小子走路走路里加了大门 现在道歉 还来这 小保安我会告诉你 吹牛也该回现 吹牛 砍糖了 二叔这回你信了 这怎么可能 怎么样二叔 这回你信了吧 不过是能打了点 有什么可得意的 李玉堂 干什么 这身手还有假 李老乡乡 没关系 我就喜欢二叔这种 死丫头就硬的样子 仅仅如此 就像得到我李玉堂的认可 你做梦 冰天小爷我就陪你叫这个人 你说吧 到底怎么样你才能相信啊 许先生 既然你贵为龙尊 应该知道清远寺将于下个月 举办一场针对于 个别经营权贵的内部招商会吧 真是不好意思 这种小事我懒得过 既然你身份尊贵 想必弄两张邀请函 应该不是问题吧 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弄来邀请函 你就承认我的身份 好 一言为定 许先生 别闹了 你知不知道 这次内部招商会的规格很高的 其邀请函 在四大家族中也是一票难求啊 放心吧孟涵 谁说那邀请函尽贵得很 但对于许先生来说 可远远算不上什么难事 李老先生真是精明得很啊 看来 你也想通过这件事情 来试试我的能力吧 许先生 再下不敢 行了 早在那耍嘴皮子 你要是胖了 现在就跪在地上给我磕几个响头 我倒是可以考虑让你死的痛快一点 喂 是我 你 你是怎么进来的 拜见龙生 免你 这只能要的东西 下去吧 来吧 打开看看 整天外面说 还有什么想说呢 什么样二叔 还有什么想说的 哈哈哈 对了 我我才想这个 两个月前我托老友预定了两张邀请函 真是 现在才能送 玉堂 你居然还明完不明 少废话 总之 让我认同那个臭话 门都没有 好想 连票都出了 二叔这脸皮子够厚的 徐先生 这次的事件十种意外 还请您海岸 看着我媳妇的面子上 倒也无妨 不过 李老先生 以后若是再出现这种情况 可不是你一句抱歉就能表示 徐先生老有惭愧 身为四大世家的家族 连自己身边的一条口都怪 怪不得李家打听多年 还只是四大家族的末位置 农村大人 你说的是 徐三哲 我诅你太多 你干嘛 爷爷都看着啊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多谢你老姑娘 能把这么优秀的孙女 多付给我 你严重了 以后李家的事就麻烦你多多费心了 孟涵 你说的都是真的 哎 见真乱去 许仙哲 竟然敢当着你爷爷的面抱你 不是 为什么你每次关注的点 都这么奇怪了 很难想象 许仙哲见兮兮的 和那个什么伦孙在一起 你怎么不看着 谁说的 都不是呢 就算真的有容尊的存在 那应该是一个身子挺拔 面如关于的大帅哥才对嘛 嗯 对了 你们老C家的情报部门 在其远市可是数一数二的 要不 你都用下你家的力量 查一查这个属性 可是 如果因为这点事 就回去拜托我家里的话 是不是有点 难道你就不好奇吗 好奇 倒是好奇 那不就得了 就让我们一起 抵猎者把许仙哲查一个水落石中 哎怎么回事 查到了吗 调查结果 有点在意到这 我们调取了一些 居民数据资料 可是许仙哲的生平事迹 竟然是一片空白的状态 这 这怎么可能啊 的确啊 以前类似的现象没有发生过 难道 你就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查到 那倒也不是 这是我们调取的一段监控录像 是前两天拍摄到来的 这 这不是唐家总部吗 你给我看这个 怎么回事 视频没了 哎 据我手下的人现场确认过以后 发现唐家所有的摄像头 在同一时刻同一天 遭到黑客的攻击 全都是零了 这怎么可能啊 难道龙尊真的是 真的是我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么激动干嘛 这么激动干嘛 真不愧是谢经理啊 那天的确是我摆平了唐家故事 唐家在清远是首眼空天 仅凭你一人叫 许仙哲 事到如今 你还打算瞒着吗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那天和你二孙解释那么半天 你没听见 我 龙尊 你还敢骗我 媳妇 那你说吧 我怎么样你才能相信 许仙哲 既然你贵为龙尊 应该知道 清远是将于下个月举办一场 针对于个别精英权贵的内部招商会 有啊 教爷那天 你还记不记得 你帮我二叔搞到了两张 清远是招商的邀请 当然记得 只要你再帮我搞到一张 我便相信你什么 媳妇 你未免也太小看了 我许仙哲要去参加那招商会 还用什么门票 你真的确定 咱们这么大了大了的走进去 不会被赶出来吗 赶不出来 他们要知道 我的龙尊能亲身到场餐会 把他们都跪下来求我 就出一半年 一会就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在撒谱的东西 孟涵 认识这么长时间 我有试验过一次吗 李孟涵 真是故意气 出门怎么就碰上这么两个上海星 安柳这是谁啊 柳二你有所不知啊 这就是上次我和你说起来那两个人了 哦 看来你们就是李家的下人家族 怎么好喽 没想到啊 这里面有个男朋友 竟然真是个小广啊 你是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大恋的女朋友 这娘与你 不是姑娘 你这大恋的岁数 都能当你爹了吧 没理你 你倒来劲了是吧 也不撒谎要走啊 这是你该来的场合吗 你是不是忘了你这两张邀请 是谁帮你要的 你是不是忘了你这两张邀请他 是谁帮你要的 不是跟你说过了 这是我两个月之前自己买的 还行 我这样说就是脸皮厚 但我什么也没说 少跟老子靠近我 谁是你二徒 不过话又说不来 难道你又搞了两张不是吗 那都是 哈哈哈哈 我还真当你是个人物呢 原来就这点本事 来 柳儿 看看 这是什么 怎么样 想要吗 要想要的话 就从老子的胯下装过去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孟涵 你瞪谁呢 李玉堂 我念你是我的长辈 我叫你上二字 可你未免也太过分 一人在这儿三个男为主仙者 难道 你不知道他是爷爷看中的人吗 哦 然后呢 还有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日我们李霞做了什么地下生 来日我做上家主的位置 第一件事就是除掉你这个货 我今天就替你爷爷好好教训教训的这个没大没小的东西 上次没做 皮痒 你给我撒开 哎 真是的 大力你没事吧 到底是个没文化的底层保安 真是村属 谁说不是呢 连我们家懂事的孟涵都被这家伙带成客户了 孙子还在我媳妇吃吧 所有人在这儿是我 孟涵好 你谁呀 大盘 这可是清远市天行商会的会长孟长峰先生 整个清远市的经济命脉可都掌握在他老人家的时候 孟长峰拜仙无村东宁无村 孟长峰拜仙无村东宁无村 孟会长 你可看清楚了 他就是一个看大门的臭保安啊 住嘴 行了孟会长 免礼吧 谢过隆尊 我记得咱们两个没见过 成峰身份低迷 先生暂时没有见过 但我却早已得失隆尊 刚刚隆尊可是与这人发生了争事 我这就将这二人扫地出门 孟会长哪有你这么办事的 我们可是拿着邀请堂呢 也是这场商商会的客人 那我现在就正座的道路你 你们手都要去喊 作为了 那我现在就正座的道路你 你们手都要去喊 作为了 这这不可能 难道 你真的是隆尊 说是吗 不是 你说不是我就不是 二叔 都听你的还不行 不要听这儿 这都是误会 你看 你要跟孟会成心的话 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二叔啊 我还是那时候 你这不要两个劲儿 我是真配 同志那你 这二人应该是孤独什么事了 都听我媳妇 孟会 你可得救救二叔啊 你是知道了 从小二叔最疼你的了 我可没有你这样 都知道我 女主人夫人主义 二位 请吧 咱们一起吧 许仙诚啊 你跟我说实话 等等 请求是 你是不是 有孟会长什么塔比 说个傻媳妇 这么多证据都摆在你面前呢 你还不行 这么说 你真的是龙哥 千真万确 如假定义 那你平时 太不赚钱了 我在心里到的是什么形象 好了好了 那谢谢你行了吧 招商会马上开始了 咱们走 怎么了 啊 你哪里啊 许仙哲 你答应我 一会儿就让别人生 这人麻烦的很 你就是李莫宝宝 你可真是让我好好等 李小姐果然明目虚闯了 凡先生可真是会开外交 像我这样的小人物 您去哪给的上您呢 李小姐 这您就谦虚了 那凡先生 早就听说清远式的李家 出了一个财貌双全的女孩子 这次清远之行 有一半的原因 你只得了见您 那我还真是受宠若惊啊 听说我们李家 似乎发展的不太顺利了 拖您的福 近些年来还说得过去 不过和家大业大的樊乡乘相比 那就是不值一提了 哎呀 客套话就不说了 咱们只能处死吧 我可以帮助你们李家 做到清远式四大家族之手的位置 只要你李梦涵了 陪我三个晚上 陪先生您知道了 哈哈哈哈 怎么学呢 这么学呢 你是哪个聪 够了 没什么事 这宝儿是你的人吧 挺有心格的 我喜欢 哥们 刚才你让我老婆干什么来 我没听清楚 你再说一次试试 哈哈哈哈 你老婆 李家再不进 也算是咱们清远式贵族之一啊 李梦涵涵涵涵 你再怎么着 也不至于沦落到 跟一个保安吧 他 他什么他 他跟了谁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孙子 就说花脚 你小子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樊先生是什么地位 其实你可以出言无辱的 他什么身份我还真不知道 要不你给我介绍介绍 啊 居然能接触我喷龙泉 小子 你什么来套 你这事还想和我过过招吗 我们凡街上不仅是凡是跨国国际的董事长 更是昆龙门的门主 一手昆龙拳也练之大手 你一个保安怎么跟他斗我 你就是在干什么 孟队长 可别怪我咋你讲 实在是这小子欺人太深 连我媳妇子都敢挑战 实在过去 要不然您先协助出来入场 剩下的事我来安排 你安排 你安排得了吗 这小子骂了我凡天 想拍开屁股去想走不成 凡天 你难道又在我的地方杀野吗 老孟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怕你啊 这小子的事难道你也不在乎吗 小子今天这个事没关 结论一群琐事长风来时了 还请各位嘉宁见谅 商量武将部 本次两三招商计划正式开始 接下来我向大家宣布本次远山计划的具体事业 老孟 老孟 那些细致落节呀 就别赛了 我喜欢直来直去的 这个计划我凡天拿定 有没有人想和我凡天争论 老孟 赶紧宣布结果吧 商务计划出后也有准备了吗 老孟 你咋这么死脑筋呢 总不能因为你坏了我们金黄商会的规矩吧 哎呦 什么麻烦 蒋青 本次远山计划 我们凡事国际准备的预算是200 行吧 这个全计划到底是什么 远山计划是 新养市民的那一项刘皇后之后 联合天杭商会展开了一系列八百字 我们就比如 哎呀行行 听这句 话上不讲 这个变成计划 我们想翻译一下 当然 如果能拿下这个字画 孟绪比嘉提升希腊下作这首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我们这首歌斯宁讲 孟绪长 你要竞标 孟绪长 我竞标 您 您是说 我说我要竞标这个远山计划 徐欣哲 你别胡闹 我们用钱手足招的资金完全不够啊 你啥子 你要不是穿这一身保安的皮 哈哈 大家还真信呢 孟绪长 有规定说保安不能参加竞标的吗 并没有规定 听见了 孟绪长都没说什么 你还有什么可说 小子 你知道这个远山计划的合作对善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吗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做吧 我有没有资格留得到你在这儿评讨论足 那你倒是说一说 你们的预算是多少啊 一万 是一个亿 哈哈哈哈 一亿 你们李家这么麻醉是哪钱啊 哎 让你老婆乖乖的陪我几碗饭了 李家不够 若是加什么天豪商会呢 天豪商会会老 宗船风 在此表示 将会精进全部 帮助李家拿下 忍三十万 ικ子 都抢堿了 这是我 你要跟我做对啊 Collaboration 你把云南 全都家都拿出来了 知道吗 凡天我一直不需作严 孟绪长了孟绪长了 你可真是太投意了 但是您的事 这是我长风的事 小子 你都到底是什么时候 人家弄长风这样的硬头都能打平 你到底是什么来着 老安呐 你自己没张眼睛吗 行 好小子 今天你让我曾经拜了一张 老板女士 我一定会账官 我们走 当然 我们可以继续了吧 我是不粉饰忍生计划的工作粉饰 理事集团 我的天哪 许仙哲竟然真的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农村 是吗 不仅如此 他还帮我拿下了远山计划这个项目 哎 怎么了 天哪 我以前那么对许仙哲 我不会打击到我吧 孟涵 你可得帮帮我呀 你笑什么 我认真的好好 放心吧 你别看他平时点儿当当的 但他们是很靠谱的 他认真的时候 甚至有点 甚至什么 甚至有点帅 我说孟涵 你该不是爱上的家伙了吧 李小姐 几日不见 别来无恙 你是凡天的那个 得罪 不许仙哲 不许仙哲 停掉停掉 停掉停掉 停掉 发生什么事了 孟涵 孟涵 孟涵被人掳走了 你说什么 下手的人叫蒋青对吧 没错 他们下手十分毒辣 要不是我装死骗过了他们 他们甚至想下杀手 徐先生 你动作一定要快 要人孟涵就 你安心有伤 上去的事情交给我 神仙哲 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把门喊带回来 涵天 昆龙门 师傅 这个昆龙门你可曾听闻 想念 昆龙门啊 原来就是无路由的旁门左道 这几年呢 这傍家伙在民间的名气啊 倒是挺像的 师傅 想不想活动活动筋骨啊 你们龙组的人要多少有顿 怎么想起我来了 这是我的私事 动用鼓里的力量 你觉得合适 昆龙啊 你这个人哪都好 就是太过私心点了 少废话 倒是举不去 孟涵现在可是很危险 你给个通话话 你着什么急啊 就是你不说师傅 也一定和你一起去 再说了 师傅也很久没有做过的 走 小妞 老子可真是想死你了 方女人 你他妈属狗的吗 敢抢老子的项目 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翻天 你这么对我 许仙哲是不会放过你的 哦 你还真觉得那个小保安 逗得给我翻天吗 你怕不是犯了义证吗 瞧瞧啊 这么标致的小脸蛋 让这个小保安一个人独享 岂不是抱歉天悟了吗 就你 也配和许仙哲相提并论 别跟我废话 老子现在只想把你 吃干 抹净了 大哥出事了 怎么回事 没他们看见老子忙着呢吗 那个小王 带人杀上来了 我们楼下的兄弟 已经溃半过一半了 他们来了多少人 算上他 两个人 你说什么 两个 coat 太高了 天下有几个人的跟你过一下 哎呀 我等定了啊 等这事完了你必须得通时间 还是不得熟了什么 别停了 那出口应该就在前面走 我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话 先生您果真不是一般的小角色 这么快就把我们所有的弟兄都摆平了 难怪那个孟长峰这么器重 什么废话我媳妇呢 啊您说李小姐 这我就不知道 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 你是不会乖乖交代了 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 你是不会乖乖交代了 哎别先生先生 虽然我是窟窿门的人 可我对武学是一窍不冲啊 您不会要对我这么一个普通人 说我还是不说 说还是不说 小子还笑得出来 新主啊你要是再跟入手的话人就没了 看来已经为凡先生 争取到足够多的时间了 我的任务 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什么意思啊 哎 你不想要是 人已经没了 看症状的话 刚刚应该是服用了往上转活走 这小子为了不被讨问 也真是活出去 下一步怎么办 我狠你到底在哪 哎 你先走了 我知道猫狠在哪了 许仙哲 我知道孟涵在哪了 你说是真的 快把位置发给我 你先别急啊 那标定位还在移动中 等我搜到了我把定位发给你 哎 你怎么会有孟涵的坐标 在孟涵被绑走之前 我就意识到情况不对了 饶机会在孟涵的身上 装上一个小型的跟踪器 不愧是靠情况为生的谢谢 这次你真是帮着大伙 可别学校我了 我连 喂 警察 怎么了 孟涵的定位停下来了 这这是哪 小妞 快说 那个狗日的小伙伴 帮你是什么什么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区区的两个人 便灭了我三百精锐 还让那个高高赛上的孟长峰 扶手承承 你觉得一个小小的宝啊 他真是这样的本事吗 快点告诉我的道别是谁 凡天 你死了这条线 就算你今天杀了我 我也不会告诉你半个字 杀了你 好啊 反正我已经被逼到群族落路的这一天 拉个面背 不是也不错吗 凡天你这个禽兽 你要戴什么 你要喝着球肉 你给我喝了什么 要死之人 死明 望穿断魂散 原本是给宫廷 吃死之人所用 好 二十八个小时 他就会侵入你的全身 告诉你 到现在 都没有解药 神仙都难救你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狗子是这王八蛋 你哥们让我好耿啊 接了我一脚 还能把我把我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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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 有点 你安然无恙的离开吗 有胆量的话 咱俩单独练了呢 老子还怕你不成 网穿断魂散 居然有这么烈的毒 买不及了 好灵力的空缠纸啊 你他妈到底是谁 把我赢了 我就告诉你 小子 我可是昆龙门的掌门 虽然你的公产者 你练到了极致 你未必能胜得了我 昆龙拳 不可能 拯救了我一拳上 怎么可能你熬发无伤 要不 你再试试 妈的 你什么你 你堂堂昆龙门门口就这点本事 你走死 我 终于结束 我和你冤 都会 你又不会吃 啊 啊 游戏结束 放谈 老孙 城上怎么样了 不行 这望空道风散的毒性太强了 我用尽了我全身功力 现在也仅仅能够吊得出他一口气 还是多少 我虽然连火了毒性的流动 但是一夜之后 他将一并无火 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 办法 报是有 这是 只是什么也会说的 我又将全身的功力打入他的体内 伴随学业 运行一周天的时间 把学业紧化才可以 可是一旦这样做了 师叔就把变回三续 全身功力成为一个废人 完了 还是让归时代吧 师父 万来 你要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一旦要是成功了 不仅可以用龙金飞 你龙金的身份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若是没头发 我要这些有什么用 当年 你救我 现在是我报恩的时候 好吧 好好珍惜这是机会 为什么 为你护发 许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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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别动 走了这是 怎么呢这是 我都听孙师傅说了 你为了我一生的本事都 只要你还好好的 我做这一切都值得 为了我 你连龙村的身份都放弃了 我放弃了 我以慕衡 何德何能 让你付出到这个地步 你还记得吗 八年前 你救我一个冰死的男人 那个男人就是我 那时候 我刚加入龙组不久 在执行一次非常危险的任务时 我们疫情上下 包括我在内的罢名兄弟 金属云落 幸好遇到了你 才捡回一条命 就算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也不必连龙村的身份 都放弃 你不只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更是我最心爱的人 少跟我来这套 救魂 你放开了 眼内现在是清卵四大家族之手 能看到你个臭 不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没张眼睛呢 我媳妇天天下班带我回家 你看不见 人家就是和你玩玩 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行 咱俩打个主啊 一会他要是同意了 这个月 这月烟前你包了怎么样 行 那打我不能帮打我 他要是没同意 你跪下给我磕头 好嘞 成交 媳妇 嗯 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成哥同意不同意的 我 笑什么呀 赶紧回家吧 干什么都看着呢 结婚吗 一辈子那个 明知故问 还不给我待上 别忘了 一个月 走蜜 你是 准备哦 我是蕩蕩,我也是你的胸大 我这还没说完呢